北台湾 桃園是陷落區 二陷區 因為桃園比新竹便宜 桃園比新北便宜 所以在北台湾桃園是最便宜的 記得先訂閱號碼 開啟小鈴鐺 我們線上見喔 好 我們再來看近五年 台北預售物的交易的情況 我們來看它的中位數總價的變化 這一次我們也針對七都裡面 在預售物的中價位的變化 這五年的變化做一些分析 我們先看台北 台北獨立拉出來 因為它的單價相對其他幾都明顯比較高 那有看到台北在這五年的表現 那個總價曾經高到2022年 是平均 去年是最高的時候 平均耶 到3313萬好恐怖喔 所以現在預售物 你在台北市的預售物 大概很少看到 單價低於百萬的 預售物很少 很少了 大概後面會有個分析 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那這是台北的部分 所以看到台北的中位數 大概還要落在2980 其實大概就是3K左右 還是蠻高的 還是蠻高的 我們再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新天龍國的誕生 新竹 我們看得到 超越新北了 對 它首度超越新北 可是這張圖 我們比較有趣 我們從五年前來看 2019年來看這件事情 四年前 四年前的新竹 還是在倒數第三而已 在750的地方而已 左邊 2019年的時候 新竹竄升得好快 非常快 然後到今年正式 超越新北 對 沒錯 所以新竹現在是新天龍國 新天龍國 因為它上漲的幅度高達136% 就是漲了一倍以上 對 近五年 對 沒錯 這個玉秀屋的中位數 剛剛我們是把台北先拉掉了 所以不含台北其他的六大都會區 第一名是新竹 第二名是新北 接著是台中 桃園 台南 高雄 我們再來往下看下一張表 我們可以比較看到明顯的 明確的平均數次 好 現在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現在七大都會區 包括台北 已經沒有千萬 已經沒有千萬以下的房子 就是至少在新房子 預收已經買不到幾百萬了 對 全面都突破一千萬了 你看 最少最少最少 低銷都要一千二十萬了 高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台北市剛剛看到是2980 對不對 不得了的貴 新北市1645 桃園是1197 新竹是1772 台中是1410 台南是1159 高雄是1020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表上 很明顯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 因為藍色部分是 2023年前四個月 北台灣 桃園是陷落區 凹陷區 因為桃園比新竹便宜 桃園比新北便宜 所以在北台灣 桃園是最便宜的 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因為 現在不是有那個新的月票制度 叫T-Pass嗎 T-Pass就是桃園北北基 對不對 對 所以桃園會不會因為這個T-Pass 房價開始往上動呢 我覺得這個政策其實對 駐基隆跟桃園的人來說 是最有最大的一個 因為桃園很多是 是雙北的親移民對不對 對 然後桃園其實 現在的福利政策也是比較吸引人 它針對就是生小孩的津貼 然後幼稚園公幼的一些補助 算是在大台北地區裡頭 算是經過調查是民眾最喜歡最支持的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政策 目前看一下因為桃園在台北 就是說在台北市上班的人 可能會覺得不管是買台北市 或買新北市都有壓力的話 就有可能會往桃園去做買 好 來講一下桃園那個T-Pass 那如果你還搞不清楚什麼叫T-Pass 就是說你買了一個T-Pass的月票之後呢 你在這個月不限次數的 除了高鐵之外 幾乎所有交通工具 你可以不限次數的 都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只要1200 對 這是包括 這有包括什麼呢 如果你是住在桃園的 你可以做基捷 對 然後你可以坐火車 你可以坐客運 然後再到市區 你銜接的交通工具 還可以騎U-Bike 對 沒錯 所以包括U-PESC U-Bike客運 火車就台鐵了 包括所有的捷運 不限次數一個月1200 那對通勤族來講 就超級無敵霹靡划算啊 對 其實之前就有媒體去訪問民眾 他說他一定會敗 因為他說他算花 他至少可以省2000多塊 其實我覺得2000多塊 蠻具性的 蠻多的啊 而且你看他可以讓很多 本來在台北和新北的民眾 有更大誘因去做輕移民到桃園去啊 對 所以其實這幾年就是六都裡頭 真正人口有在成長的就是桃園 所以其實桃園的房價 當然這幾年也漲蠻多 不過相較之下 我覺得桃園其實 因為這個政策會變得更有吸引力 好 那除了桃園之外 它其實T-PESC還包括基隆 對 基隆 那基隆其實這兩年 好 北北基嘛 對 塔北北基 這四大都會區都可以用 對 那基隆的房價有可能會動 雖然它沒有在我們的統計裡頭 對 其實基隆房價這幾年也有漲了耶 對 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成交量看起來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基隆的房價也在漲 而且基隆現在有一個還蠻有名的一個 造證的一個案子 聽說銷售那個也很不錯 聽說賣得還不錯 對 好 我們再看上一章 我們還是回到上一章來看 那上一章的這個圖表呢 還有幾個重點可以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除了新竹超越新北城和新天龍國之外 除了桃園在整個北台灣 它是一個房價的凹陷區之外 我們也可以留意到 你看那個房價的數字 如果你是在新竹買房子 你每晚一年你就要多花很多錢 你看在2022年的時候是1549 到2023年跑到1772了 然後不得了 所以每晚一年你就要多花 多花超過一百萬 你看在新北的部分 差距沒有那麼大 但是新竹差距很大 還有包括我們來看台中 台中的差距也不小 從1368隔一年你才買房子 你就晚一年你就要多花 也是要多花1410 哇不少錢 從1410到1368 數學不太好了 多花好幾十萬了 然後我們來看台南 也是 台南也要多花不少錢 然後高雄呢 在2022年還可以買到980萬的房子 低於1000萬 現在已經沒有那個980萬的了 已經沒有那個千萬以上的房子 所以越晚買房越貴 好像是在台灣買房是不便知 你不管是中間有多好的利空 但是長期來看 越晚買房越貴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